在臺灣的民俗當中 冬至要吃湯圓代表年長一歲 而東京媽祖廟當天也邀請信徒回到廟裡拜拜吃湯圓 讓媽祖保佑大家平安順遂 冬至當天雖然不是日本國定假日 但還是有二三十位信徒來到東京媽祖廟 要跟著媽祖一起過冬至 媽祖廟董事長詹德勳帶領大家 焚香祭拜各路神明 也到樓上的媽祖殿與觀音殿祭拜 詹董事長表示 今年在媽祖保佑下買下了隔壁的房子 希望明年再接再厲 再多買一棟 讓附近變成媽祖文化園區 而且未來將會迎來包括金媽祖 關公 月老 土地公等神明 到時候二樓將變成南神殿 三樓為媽祖殿 然後會從臺灣請來祭公師傅 進行開光儀式 讓臺灣傳統信仰在東京傳承下去 一棟就是說我們臺灣的就是叫什麼 救急後來還有什麼 借錢給人家 紫蘭公 紫蘭公我們去那邊分領回來 所以我們紫蘭公的土地 南投 南投紫蘭公 土地公 我們也課航 接著進行送進儀式 大家虔誠助導 念經過程讓大家心情沉澱 赴日工作已經十多年的彰化人王真雲 日前才第一次到大酒堡的媽祖廟 這天特別來參加冬至湯圓會 藉此機會多接觸臺灣人 以及臺灣同鄉團體的會長等等 也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夠多參加媽祖廟的活動 讓異鄉工作的塔心裡更安穩 社交範圍就是以公司為主 但我們公司剛好的臺灣人幾乎是沒有 就我跟大概一兩個人而已 所以就從來很少碰到 最重要的是就是大家都講台語 我覺得非常親切 很有在家裡的感覺 當天媽祖廟除了準備甜鹹的湯圓外 還有各式素菜 配合冬至民俗 還有包子與餡餅等圓形食物 象徵吃到了好彩頭 大家聚集在媽祖廟一邊聊天 一邊享用冬至料理 在異鄉也感受到滿滿的家鄉溫情 臺灣人是程曉峰 日本東京採訪報導